聊十季 天梯都不信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條頓人對上圍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OK 這兩位選手是頂尖知名高手 中國第一的 佑 我們叫他YO YO他是中國最強的四季地骨玩家 那之前的公寓盃他是拿到了前四強 喔不是 他是第二名 亞軍 所以他的實力是蒸蒸日上 有點快要爬到世界冠軍等級的人物了 那他這場選擇的文明是條頓人 那條頓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這個箭塔 可以雙倍裝載 而且成戰中心也可以多十個人口裝載 可以到二十五個人 所以有人會說條頓人的TC爆 跟波士的TC爆到底哪個強 那我個人覺得是波士的還是比較強 雙倍血量才是重點 那條頓人他的特色除此之外 步兵跟騎兵每到地獄 到了地獄時代是可以加兩點的近戰防御力 所以他的鋼鐵步兵跟鋼鐵騎兵是非常強大的 那後期也有火槍火炮可以做使用 而他的遊俠沒有耕種技術 所以跑比較慢一點 那我覺得他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團隊加成 可以讓所有的隊友擁有抗招響能力 那他的農鐵呢是超級便宜的 所以他可以再更快再前期展開經濟 暴農一波 然後讓隊友有這個抗招響能力 以團戰來說 條頓一直都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那在單挑的角色裡面來看 他的這個抗招響能力讓他在城堡時代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發揮 讓他騎士暴也不太容易被這個僧侶給針對到 OK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維京人 那維京人呢最大的特色是這個 步兵的血量非常多 而且他的輪軸技術跟手推車 還有這個免費的攻擊 免費的讓他的經濟變得很好 所以省下來的輪軸跟手推車的研發時間 可以產生更多的村民 所以讓維京人在前中期 前中期是他經濟最強大的一國文明 因為這個兩個經濟科技實在太強了 所以維京人往往可以在中期打出成盾的軍隊 然後壓制敵人 但是他後期沒有火槍也沒有火炮 所以科技方面會有點有所不足 但他有實力跟用強弩 所以在步兵打不贏情況下的時候 也可以選擇轉折強弩的路線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OK 那這位維京玩家呢 是人村的小V 那他之前呢在Viper休息的時候 他跟Y.O.在這個世界盃裡面 不是世界盃喔 就是世界賽 類似世界賽裡面的時候 打出了 好像是 第一名吧 還是第二名的樣子 我記得那時候Hera也不在 好像跑去打四代了 那有點歷史了 那時候世紀利國師剛出來 我記得他在那個時期 也得到了不錯的成績喔 但是Hera跟Viper一回來之後 這個小V呢他的名次 又稍微往下掉了一點點 所以實質來看他的實際 的這個勝率來說 就是他的這個排名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是有世界前五 或是世界前十的實力在的 你們也可以把這場比賽 看成世界前三 或是世界前四的互打 或是世界前五 當然塔頭也是很強 還有Doubt他們 OK 那這邊看到維京人 這邊是總共有 六個果子 正常的四人開吃果子 那打法是走一個棒棒開局流 那維京的步兵開局流 他的步兵呢 是要到封建時代喔 才有20%血量加成 所以大會民兵才會變48滴血 好 封建時代上去 可能會轉裝甲 因為有挖金礦喔 好 裝甲步兵果然點上 好 48滴血的民兵 這裡血量不能讓民兵掉太多 不然等會變裝甲 血量會很少 好 對方果然轉出了一個槍兵應對 馬就直接棄手 也不管 好 這裡就可以歪 可以派一隻村民趕快來 去把這個馬就蓋起來 但是這裡出現了 防守漏洞槍兵 直接戳掉一隻馬 這隻聰明可能跑不掉了 直接被卡死 完蛋了 YO這裡 開局死一村 馬就沒有機會蓋起來 剛剛沒有蓋起來 現在有機會 好 裝甲步兵 趕快敲這個房子 敲房子前面的話優勢會比較大 因為他這個房子蓋好之前 會血量掉很快 但是蓋好之後呢 是有點難猜的 血量太多了 但在夢想的話 他是有近戰防御兩點 房子是減一點 每生一個時代 房子的防御都會加一的 OK 那這邊 裝甲步兵 直尻這邊的村民 村民這邊直接拿全套 跟拿劍的人附打 肉身扛 裝甲 這隻村民被救了回來 洛瑪沒有上去勸架 反而是幫忙卡位而已 OK 這裡先回頭要打洛瑪 然後洛瑪這邊要稍微回頭打一下 裝甲步兵過來 但是洛瑪沒有空好 直接被抓掉 哎呀 這裡有點虧了 哇 這邊 裝甲步兵高打第3 非常的優秀 回頭反而補一下傷害 再一刀有機會嗎 沒有 哇 最後是損失了一隻村民 OK 那小V 他的工兵 加上槍兵也過來了 那最近他有回來在打這個天梯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小V 他最近回來天梯的成果是如何 OK 這邊房子蓋一下 歪歪這邊果子有稍微微一下 這邊已經過不去了 那這邊只能往後繞了 不然就是往右側繞 不然打這個墓序如何 我覺得不用那麼執著於打這個果子 好 這邊稍微快進一下 補兵補了一個射箭長 肉馬關切不出 那什麼時候要出肉馬 對方的 毛兵態度的時候才需要出肉馬 對方是工兵的時候 其實不用出的 那這時候出肉馬 也不是要去針對對方的工兵 而是要去 組成自己一隊 三隻肉馬 再繼續騷擾後方的村民 給小V更多的圍家 防守壓力 會更好 所以歪歪這邊也有可能會再繼續轉肉馬 並不是要針對後方的工兵 但這邊可以抓繞單工兵還不錯 唉唷 這邊歪歪怎麼有點抖動 好 但小V先是轉出了肉馬出來 反制了一下這邊毛兵 那奉劍十代的相剋大概就是這樣子 等馬呢 絕對不是要為了打對方的工兵而出的 而是為了要打對方的毛兵 打工兵只是額外的 對方有工兵的話 你還是要用這個毛兵為主軸 去截掉對方的工兵 那對方槍毛很多怎麼辦呢 那就是出毛兵配肉馬 這個搭配組 封劍的搭配組大概就這些 那小V現在有非常多的肉馬 配上弓箭手 然後這邊也可以直接轉成一個 肉馬配毛兵或是肉馬配槍兵的組合 反正這裡沒有槍兵的話 肉馬就可以上群去打 或是直接轉一個槍弓組合 槍弓組合的優點 就是一直有射程優勢 可以去跟對方的肉馬去做換血 那工兵數量異多 也是比較好擊殺對方的肉馬 只要對方沒有點一擊馬鎧的話 OK這邊對方又來 小V直接站這個高地 讓YO非常的難受 但是他農田很便宜 所以這邊應該要盡可能的去撒農田 那維京這裡有免費輪軸技術關係 所以經濟上來說 並不會與肉或與YO 好 那這邊YO現在是 繼續打一個 毛兵 然後轉騎兵的做法 那這邊囤了五隻騎兵 OK 品種 那大家品種一出來 每隻肉馬血量變成65滴血 這樣包夾的話很快速喔 好 我們剛剛有談到這個 弱馬配毛兵的策略 其實打這個組合是可以的 但是數量夠多 一擊馬鎧 可能要再點一下會更好 不然工兵一多會很麻煩 這裡看起來是等不到 步 騎兵鎧甲好了 直接要硬上囉 好 後面的毛兵追上 小V這裡是決定往後撤 應該是有預感 YO是轉出了肉馬 結果肉馬沒有一擊馬鎧就衝了 YO大意了 衝得太快了 好 城堡賽 點一下了 遠深城堡一定要退 遠深城堡賽喔 兵一定會少 那對方現在有軍力上的優勢喔 轉手圍攻 是必要的 好 家裡趕快圍起來 有圍家喔 還是比較安心一點 好 前面這裡應該 就是小打小鬧了 好 等圍巾這邊上城堡 就可以去轉奴兵 那圍巾人的城堡賽初期喔 也是可以轉一些騎士出來的 好 這邊直接打破 要衝進來了 哇 左邊這山村 能跑得掉嗎 來看一下這裡要怎麼逃 這裡肉馬上前 可是要被收掉的一村 肉馬上前 直接開始打後方的 毛兵跟弓箭手 攻擊手要第一時間收掉對方的弓兵或是肉馬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後面的毛兵傷害實在太高 OK 只要解掉這一些的弓兵單位跟毛兵 就可以搞定了 直接把所有的弓箭手收到城堡中心裡 大爆射一波 後面這些毛兵全部被抽乾 YO已經升到城堡賽 還有30秒 OK YO這邊農田是非常可怕 25片田 太狠 直接轉三馬就可能爆馬也沒問題 OK 這邊是雙馬就爆騎士 YO這邊有抗招降能力 正常的遇到圍巾的打法 你不管他有沒有招降 這個抗招降能力 你還是要轉出自己的僧侶 僧侶是必備的 二級射的奴兵也是要正常升上去 好 那這邊確定是YO轉騎兵 攻兵過來了 家裡補一個修道院 OK沒問題 遇到橋盾的話 還是一樣用那個打法 攻兵啊 槍兵啊 僧侶喔 都還是很好解的 好 這邊騎士 有點微 稍微拉扯一下 攻兵射一下 攻兵射一下 好 唉唷 這邊的村民處 稍微拉近了一點點 開到48村對49 但維京這邊已經有首推車囉 所以經濟上來說 並沒有落後太多 而且他基本上沒斷村喔 哇唷這邊超強 10秒鐘 閒置城市中心 維京這邊只有1分19秒 整整多了1分鐘 出名差距就有點出來了 好 這邊用僧侶 把對方給逼了回去 好 騎士加弱馬 槍兵 硬尻 想要直接解一個馬就 賺對方的175木頭 這邊用可會上喔 因為左邊是高地 衝鋒時可以減少一些 迎來的箭矢傷害 這裡要衝了 這裡要衝了 好 二攻也點下 槍兵直接到裡面 第一時間被騎士擊火收掉 後面第二波的弱馬加騎士 扛住前線 但是重裝長槍兵數量還是太少 現在趕快狂暴槍兵 好 這邊要掃一下喔 這裡再補一個軍營 這邊是二軍營 開始要量產更多的槍兵了 好 勝率繼續給壓力 但是聖物為優先喔 你的眼前掉了一張小朋友 你會不會撿 是我就撿了 快快撿快撿 欸不撿嗎 這個聖物 看來小B沒有把聖物放在眼裡 他的現在眼裡只有YO的馬就 好 這邊聖女稍微著想一下 這邊聖女稍微著想一下 維京這樣打真的是夠狠 軍事夠強 給對方壓力很大 騎士槍兵弓兵什麼都出 而且還有聖女 而且還有聖女 3TC家裡開農 然後兩隻聖女在家裡防守 那YO這裡沒有打算要去 偷拆家了 所以這邊一定會上 YO這邊再存更多的數量 好第一時間上去 先攻擊了兩隻聖女 一隻聖女應該能夠招想到一隻 OK招想到了一隻騎士 這邊直接斷了奴兵的去路 直接上高地想要防守 但是這邊的騎士雖然實在太多 這波包夾大戰 看起來YO是拿到了一些優勢 後面的槍兵急急趕到 但是隊友都已經在地上抽了 對 隊友們全部躺了 OKYO這邊有十一隻的騎士 大概有五隻騎士 血量殘血 可以考慮把這五隻騎士 放在家裡 用這個聖女去補血一下 把這個直接送掉 有點可惜 趕快去按聖女 把殘血的全部拉回家 這個就是高手們的細節 半血以上的通通 繼續前線繼續戰鬥 小兵劍撞自己的前線部隊全倒 攻兵部隊沒有再繼續產生 而是轉出了更多的槍兵 想要來反制騎士這邊的騷擾 YO這邊也點下了奴兵的升級 這就特別了 這個條盾打奴兵 很有趣喔 殘寶時代沒有火槍的關係 所以YO現在只有奴兵這個選項 不然就是轉戰毛兵 他選了一個比較昇華的選項 奴兵且 而且還要點下二級射 彈道學 所以更多會看到的是 工程器製造手 直接產這個奴炮或投石車 去解槍兵的 畫面會更多一點 所以採奴兵真的是 比較沒那麼常見 這邊騎士血量慢慢拉起來 這裡進攻 但是家裡有僧侶在防守 好 著想到了一隻騎士 這方面的投石車蓋好 還要繼續按嗎 出來先投生鋁 生鋁走位跑掉 沒有砸到任何一發 YO這邊的預判 你能夠砸掉一隻嗎 可以 第二發難投 唉呀 好 這邊投石車沒有打算要斷 待會再來一發 投石想要收掉這隻生鋁 這個投石車按了這麼多是什麼意思 好 工兵出來了 現在工兵射這些重裝長槍兵 相當的舒服 沒什麼壓力 OK 瞬間收掉剩下的生鋁 這裡直接撞到後方的重裝長槍兵 繼續拉走 會不會戳掉一隻嗎 沒有 騎士繼續 去 暴殘當中 右邊有一團 重裝長槍兵沒有控好 直接被小B的重槍給戳爛了 好 這邊補了一根城堡 開始回補下軍力 兩邊的軍力現在是看起來差不多 而且都可以升到帝王時代了 現在圍巾的搭配組合 是比較好針對的 只要產出奴兵的話 這個時期你是可以打得贏對手的 OK 點高打低你會打輸喔 YO 看到這麼多的槍兵 YO並沒有想要直接硬上 往回拉了 小B點帝王時代 讓我們邊帝王時代順利升級上去 村民處來到了97村對81村 YO的村民處還是稍微弱勢了一點 但是這個時候連手推測也還沒有 我已經靠著自己的手推測優勢 經濟非常優秀 前面的重裝長槍兵 直接戳爛了大量騎士 這隻騎士完全扛不住 重裝長槍兵的戳戳傷害 直接戳爛了 唉唷 頭死車 在這裡要趕快往上貼近 看可不可以往上貼 然後直接把這個頭死車給貼死 好 先把弓箭手全部射光 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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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預判沒有成功 YO這裡讓他自行頭死 哇 居然還可以這樣走掉 太狠了 左邊補了一個新的承認中心 這裡還要再補一個城堡 不然就是補這個位置 但前線已經先被對手先補了下去 這根城堡 危機也補下了酋長科技 二級的這個青騎兵也升級上去了 那青騎兵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不太知道是要打什麼 可能是要來打工程器 好 也OK 呃 玩機人是選擇了走 長劍兵路線喔 有點是比 比維金狂戰士還要量 慘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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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維金狂戰士還要更好量產 而且地龍時代還有這個卵甲技術 搭配劍兵勇士喔 血量是比維金狂戰士還要多的 所以這邊轉劍勇 是能理解 圍巾點下球長科技之後 打對方的騎士 步兵有額外增傷的效果 槍兵 劍勇 或是狂戰士都有增傷 而且圍巾人的球長科技 每用步兵擊倒一隻村民或僧侶 或是貿易車隊都可以獲得黃金 分明是五塊黃金跟二十二十黃金 也蠻符合圍巾人的特性 但我覺得這個特性應該是不要點下球長才給 不要讓他們從黑暗時代就有這個能力了 對不對 如果黑暗時代讓圍巾人步兵棒棒 可以打到一些村民 直接賺個五黃金 加緊補一下也不錯 但其實圍巾人現在的勝率 也不是慘到需要去buff的一個文明 現在圍巾人的勝率 在阿拉伯還算是蠻前面的 所以他現在沒什麼好跟動的 好 後方的巨型頭巾開拆城堡 好 兩邊開始在對寶了 好 怪歐這邊點下金冠 炮門奪火 大衛城堡的射程直接加1 加3 連火炮 有攻城攻次的火炮 都沒有辦法摸到對方的城堡 直接會被城堡給射爛 所以為什麼這個條盾 在團隊裡存在感非常重 他的城堡射程非常遠 防守也是很優秀 還有抗招響能力 而且還有這個農田便宜的快農特性 總體而言 如果你想要在 團隊比賽裡面 做出一點貢獻的話 但是你又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就選條盾就對了 你的貢獻就會非常巨大 好 這邊4隻巨頭 繼續拆 應該是修復牌了 唉唷 這個火炮打得不錯 直接點掉了一台火炮 這邊3台巨頭C 但維健人的僧侶是偏廢的 這了解火炮呢 可能都是用大量步兵 或是用狂戰士 用狂戰士走得快 更快貼進攻城器 的一個特性 不然就是要轉弱馬 重裝騎士 但維健人的帝王塞的馬實在太廢了 沒有三級麻牌也沒有品種 所以你走騎兵的話 不能只能產期騎兵就好了 好 這個城堡 小B也是瘋狂修 但YO這邊城堡呢 也是修到頭破血喔 這邊直接硬上 點掉了一台火炮 這跟城堡夾多久了 YO這個堡修得夠久了 好 昇華技術也有了 小B這邊轉出了劍兵勇士 開始量產劍兵勇士 三級攻還沒有點 現在在升級二攻 也轉出了戰毛兵 想要跟對方互打 因為已經看到YO轉出了火槍兵囉 好 這裡三台火炮繼續攻城當中 補下了三級攻 小B這邊點下了怕血 小B火炮 小B的草爬好像 沒有辦法夾得住 抽水車砸 但是沒有砸到 而且是青頭 就算砸到也不會造成大量損傷 但後面的火槍才是重點 沒有關係 維京人這邊見面我是有霸師滴血 直接上去硬尻 愧是沒有尻掉這台手套 拆除掉了一台巨型投資機 左邊這一台也順利拿下 好 就跟城堡 能不能夠順利的拆除呢 兩邊的城堡已經修了七七四十九天 不能再多了 修到兩邊石頭都乾了 同時乾掉 哇靠 這應該是我看過有史以來天梯上最久的對保了 再買一百石頭就去修 小B這邊找到石頭 趕快來開挖 YO也找到石頭也想要挖 但是右邊已經先被小B給站住了 左邊的黃金晃兩邊是共享黃金共享石頭 高手們的想法都很相似喔 後面這一坨維京人的劍兵勇士在後方 偷偷騷擾 但馬上YO調請了前方的部隊回去回救 這邊又產出了大量的火槍兵 再繼續防守劍兵勇士的衝鋒 兩邊都想要死守這根寶 這根寶走了多久啊 庫香拆城堡可以拆十分鐘 我真的沒想到 對保可以對這麼久 OK火槍兵這邊解禁勇的速度很快啊 火槍兵這邊 火槍兵這邊抑傷 打到了非常多的劍兵勇士 火槍沒有散開了 就很容易會抑傷喔 沒有辦法像散陣一樣那麼好 右邊的時候就去挖 拉了幾隻槍兵去守 並沒有補一個新的城堡 最後是小B打住了這個城堡站 條盾的城堡最後是堅守了下來 這邊防守住城堡之後 該怎麼防守反擊呢 左邊這裡好像被剁了幾村喔 地上都是藍藍的屍體 這個是怎樣 殺了17村啊 那條盾這個維秉喔 雖然他的農田很便宜 但他的漏馬只有刺猴 所以用起來是很尷尬的 但有一些特殊情況下來說 他也是必須轉漏馬出來打的 例如你中後期沒什麼環境的時候 刺猴還是可以慘 千萬不要因為沒有新騎兵就不需要慘 拿去打對方的戰毛兵也是堪用 並沒有到完全不能用的狀況 YO這邊點下了鋼鐵甲 增加一下工程器的近戰防禦力 比較不容易被砍死 這個工程器 然後後方的火槍沒有繼續拉打的關係 直接被劍兵有師貼了上去 全部曝光火槍直接死去 左邊的防守直接出現了防守空缺 這個火炮打得好爽 右邊也是有少量的兵 這邊再繼續防守 這裡又有新的一個步兵隊 從右側進發 左邊的劍兵有師 直接手撕城鎮東西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好這裡小B直接 喔不是 YO這邊直接修城鎮東西 但是修不回來 劍兵有師 順利的拆除了 左邊的 T.C 好這裡 兩邊火槍 應該是順利收掉 但是村民室越掉越多了 村民室只剩下117村 但補村民速度還是很快 右邊這裡再次上岩了 手撕城鎮中心 一直撕一直爽啊 但是火槍來了 這個應該是拆不掉了 好小B繼續用 步兵給對方壓力 這邊轉出了大衝車 維京人配大衝車 是一個非常強力的組合 攻城石 用大衝車就對了 但是對方有火炮 可以預判這個衝車入境的情況 衝車還是有可能會被火炮 預判給秒殺掉 所以這邊小B會想要 趕快用自己的劍兵勇士 去收掉對方的火炮 但現在火炮有鋼鐵甲了 所以近戰防御有6點 非常坦 所以現在要拆除 敵方的攻城器也沒那麼好拆 而且後面有一大堆的粉絲 在後面追趕著火炮 想要幫這些火炮們 加加油打個鼓鼓氣 補下血量 這個火炮 走了一大圈回來 還沒被拆掉 好 剩下的火槍解掉劍勇兵勇士 好 那R14的劍勇 還是有點難解的 現在白血劍勇已經變成亞美尼亞人的寶座了 血量最多的劍兵勇士已經換人當了 好 這邊點下了雙手劍兵跟鍛造技術 三勾 好 也想要轉劍勇嗎 這邊轉劍勇的目的 應該是想要 藉由自己的步兵鎧甲打出優勢來 一個是血量加成 一個是近戰防御加成的劍兵勇士 還蠻特別的對決 然後再打配自己後方的火槍 尖兵勇只是一個坦克的角色 因為步兵的黃金造價非常便宜 然後來當坦克 確實合適了 OK 現在防御有3點了 升上去1加3 然後70點 最終防御可以到 3加3的近戰防御6點 6點防御 跟這個薩金特衛兵一樣 雙防3 那沒有 調整是 調整應該是雙防3吧 看一下 1加2 沒有耶 1加45點 對 65 防御是65 喔 這邊又有再次手撕TC成功 後方的承認中心越來越少 YL的村民也是被爆砍 雖然有火槍 但是維京人的劍兵勇實在太麻煩 右邊大同車 直接衝過來想要阻止對方拆這邊的建築物 但是現在家裡農田已經一片狼擊了 後面大量的劍兵勇過來 但自己的劍勇也升級上去 直接扛住了前線 好 這邊終於解決掉了 家裡的劍勇 當然你解決家裡的劍勇 外面還有更多的劍勇會再補過來 這裡又有三十幾隻的劍勇 OK 右邊的大衝車的問題 稍微解決掉了 左邊又有更多的衝車出來 火炮可以預判一下 移動路徑去解這個衝車 好 當然沒有打算要這樣做 因為這個要消耗手術了 直接用劍兵勇士拆掉就可以搞定 這邊拉了幾隻村民要過來修理嗎 海燒來先撒農田呢 這邊有一次拆衝車速度非常快速 YO開始有點反推的跡象了 但是這時候YO已經黃金歸零 一個黃金都不剩 後面三十幾隻劍兵勇士直接手撕城堡 後方的劍兵勇士也在幫忙開始工程 但是這邊工程直接把裡面的村民全部打破了出來 左邊的劍兵勇士稍微撤退一下 想拿到高地優士繼續反擊 但城堡下放著劍勇 只剩下最後一隻也被解決掉 OK 最後正面的突襲 YO是驚險守住 小B這邊是轉出了圍巾 強奴 尾姬的強奴是沒有拇指環的 尾姬的強奴是沒有拇指環的 好 又有個射箭場 YO要逆轉了吧 沒有黃金還能逆轉嗎 圍巾的聖物有幾個 五聖物 我看是 剩下為良 好 後面的村民又被劍勇抓掉 左右兩邊都有軍營 YO這邊想要由正面突破 找出個突破口 小B這邊的戰毛兵高地反擊 但打得很癢 好 家裡的問題 用少量劍勇去解決 小B這時候點下了圍牆技術 剩下了圍牆的城堡的血量 我靠 七千 零二十八滴 尾姬人的劍組血量這麼多是正常的 好 但是YO這邊突然打出了聚聚 家裡這一坨劍勇肯定守不住 後面的農田已經被控爛 而且對方還有五聖物 YO感到相當的絕望 雖然正面的部隊沒有被解掉 但後面的部隊 暫時要解憶很困難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維京人拿到全面的勝利 資源贏了快要三萬資源 這就是維京之力 太猛了 史物真是贏了條頓快要一萬資源 當然也是因為維京人 這邊的攻勢非常兇猛 一直衝擊到了條頓這片農田 所以這邊農田看起來是輸很多的 軍事方面這邊是拿到1.36KD 維京人的KD雖然不好 但是後期的強大經濟 又拿到五聖物的優勢 後期的經濟也不會輸給對手 所以吃維京人真的是蠻適合 像這樣子打這個資源戰 魔死對手 是更好的選項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看來打看 我們下次見 好可怕 ть